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会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地位 发展概念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还有两天为期十五个礼拜的咨询期正式开始 市民可以就三个入围财团的发展计划提出意见 是文化的地标 香港处于文化发展的十字路口 究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地标一个天幕 还是更多的展览表演场馆呢 原先是海来的 突然间起到变成沙漠的地方 有一点沙丘 暂借的土地 暂借的用途 那些人都是一个暂借式的公园 暂借式的乐园 借智德摄影记者 入行十二年 九四年他目睹西九龙田海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 决定用镜头记录下这个这么庞大的工程 如何逐渐改变我们的城市面貌 题材都比较批判性的 其实比较政治意味重一点 不是一些歌功众德 去表现人工程的伟大 或者政府的政策有多伟大 或者这个田海区有多伟大的东西 而我的作品是反映人大自然和环境的关系 借智德对本土文化有一份浓厚的感情 无论有没有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这个计划 文化政策有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 他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 坚持用镜头捕捉环境变迁 提醒大家 都市发展对环境和本土文化 往往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 前面一个大自然的景观 一个荷花池 是丢借了的 后面就是一排排的画泥机 最后就好像起到一座座的新市镇 好像一个故事的演进 这张照片是借智德 七年前在马湾采访考古现场拍摄 当时学者挖出相信是四千年前 香港早期居民的鞋骨 但是很可惜 这么珍贵的文化遗迹 并没有像西九龙计划 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和社会关注 那位考古学家跟我说 我们挖完这两个星期 就不能挖了 因为这里要发展做一个大型的屋苑 很感触的是 为什么香港不把这个位置保留 建一个博物馆在这里 就是讲香港的历史 从这个新石器时代 到现在这么商业先进 这么发达 还有背景是一条青马大橋 其实从古到今 这个过程已经正正在这个地方出来 你看到香港究竟人 是不是真的有艺术的诉求 是不是很需要文化和艺术 可以找一些 那些发展西九龙未来的蓝图 尝试和你的相片 就是并排也好 就是加少少那些 过去十年 一直拍摄和记录西九龙填海区的 謝志德 准备举办他第三次的展览 这晚他和一帮志同道合的行家 坐在一起 讨论展览要表达的内容 信息 你拍过去这些地方 还有现在 大家都在谈论这些地方 未来 会不会有些新的想法 就是放在一起 第三次的意义 对 我觉得会更丰富 好一点 为了配合日后的文化艺术 发展蓝图 西九龙填海得回来的土地 将会大兴土木 不过 謝志德 和他在创作路上的同伴 深深感受到 香港文化艺术创作空间 一直以来 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 有时你做了很多东西 但你没有钱 就发表不到 你租个场 把展览都要钱 譬如很简单 你发出新闻稿 或者 跟传媒联系 那些藝花菊 其实是帮不到你 一看不到 政府会有什么方法去 扶植一些 有心创作 但又没有名气 但又有 热成 有热成的人 我现在是一个很华丽的地方 但你本地那群人如何 始终都是在区外 在天幕以外 想先看看效果 最重要是 黑泡相来说 出来的效果 抹是最重要的 那倒是 謝智德 今次搞得成摄影展 全靠身边很多有心人 加以援手 就像这间充饮公司的老板 肯用比市价便宜的收费 帮他晒相 他的有限资源里面 就是除了他在金钱的有限资源 他另外一个资源 就是他的时间 他也付出了他的时间 在我们公司来说 正如我们所说 是一个企业公民 我们都是付出 我们有限资源里面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 能够展览出来 给市民看 是一件好事来的 我觉得少了一点 政府的西九龙文娱区公众咨询 这个星期四正式展开 謝智德也选择在同一天 举办摄影展览 题目是《西九极乐》 给多些不同的东西 它有不同的冲击 可能不只是 政府一般提供那些 观光式的照片 极乐这两个字 我觉得是可以 很天堂也可以 很地獄也可以 那视乎你怎么去看 看那件事情 我们担心的就是 根本的项目 就会变成担心 在本末倒置的情况下 而未能够充分照顾到 文化艺术设施的需要 而就是急急上马 究竟我们怎么去关怀人的活动 人的生命 人的一切思维 這些積聚就變成那一塊地方的文化 以後被撫了一兩份文化 舊影樓是保留她的純真 他們來到後就好像視聚一張照片 也是很高興的 登膽機的聲音比較原始 而數碼機比較有規律化 機械聲音變得更重 菲林給了我很多特別的感受 就是它的神秘性 你拍完我不可以馬上知道 但正正因為這件事才是吸引 這是八成十多的相機 我想問這是不是電視劇 經常看到那些有布蓋著那些 是呀是呀 其實是最古老的相機 其實什麼都沒有了 其實是經過這個鏡頭 鏡頭的原理其實是光圈 還有塊木 就是這個 就是平時你們拍照的時候 那一下吧 謝智德中學時代就接觸攝影 又有興趣到十幾年前 入行做新聞時銘記者 從菲林年代 一直做到數碼相機的興起 時間的流勢 原來只在彈指之間 我最記得97年 剛剛玫瑰的時候 就是數碼相機還未成熟 那時候一部數碼相機 都說的是十幾萬 還是一三五 小片幅的數碼相機 各個報館都會買一部 放在那裡 因為回歸大家會鬥快 去拍攝那個時刻 就是交接而適 直到現在開始 很普及化 很大眾化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幸運的 可以經歷到那個菲林 走到數碼 而不是我的開始是由數碼 攝影開始 因為菲林攝影 是一些很原始很傳統的東西 我要學到這些東西 我才真真正正可以了解到攝影 因為攝影不是只按一張照片 那麼簡單 其實我覺得一部相機的原理 操作 就算快門 我覺得是要知道的 這次我帶了一部 叫做大片幅的相機 就是八成十寸的 它的底片 就有八寸成十寸這麼大張 是比較細緻一點 拍攝的東西 但是操作上 就變了是很繁複的 步驟 機械快門 自己擦桿 按那一下 都是有一條很機械的塞塔繩去按 所有東西都不會是電子的了 人的參與性是高了很多 而且時間是長一點的 還要做很多的動作 我才拍到一張照片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也是那個獨特之處 那麼我拍完 其實我不是馬上看到結果的 那麼其實是有一個神秘感在這裡 也都是正正這個神秘感 就是這個創作的比較 是一個趣味的地方 這個地方將會消失 它很有人情味 它是很獨特的 正正因為時代 走得越來越快了 傳統的相機 也都是越來越少人會用 也都是慢慢 它和這個地方一樣 它以前是很多人用的 以前很多人認識的 但是慢慢它都是會 因為這個時代的變遷而慢慢消失 這些是在加鹹加營的相片 挺開心 因為你沒見過 所以衝出來 裸底下的感覺是很好 拿著一張照片 和你從螢光幕上看 是兩個世界來的 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 我覺得 也都給了那張照片的一個靈魂在裡面 最後那一刻的成品的時候 那個心情是很開心的 一張張實實在在握在手的照片 成在的不僅是 攝影者構思一張作品 所落的心思和觸角 還包含禁了快門之後 患得患失的複雜心情 非想我衝了出來就在這裡 我拍得不好 永遠在這裡 是一條刺 這個刺是可以提醒到你 原來我上次是犯了這樣的錯誤 因為我曝光不準確 或者是這麼好的一刻 我是捕捉不到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現代人的心態 就是拍了才算 沒有吃虧 變成那部相機帶你走 不是你拿著相機去走那條路 是好像牽著你的鼻子走 亦都是大家會著重了很多器材 在鏡頭上的比較 這些東西重要 但是這些東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那個人的手指 和那個人的眼睛和那個腦袋